哈喽大家好我是Elene 欢迎来到本期的美洲360 我是Elene so 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先按赞订阅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 Proton终于要有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了 大家都知道 Proton一直以来推出的车款 都不支持Android Auto及Apple CarPlay 不过这个情况很快就会获得改变 因为早前在一项活动中 Proton高层就确认了 Proton的下一款新车 上面将会开始支援 Android Auto及Apple CarPlay的手机连接功能 而有消息指出 品牌首款支持这个功能的车款 正是预计今年上半年会发布的 Proton S70 MC2 那相信很多现有的Proton车主 最在意的就是老车型能不能升级 对此大家可能要失望了 因为原厂明确表示 因为硬件不支持 所以老车款并没有办法获得后续升级 不过最近有S90的车主表示 在车机系统进行升级之后 出现了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相信只有使用最新的6加64G一体车机 才可以获得这两项功能 但是原厂会优先专注在下一款新车上 至于其余使用这个车机的车款 如S90和S70 则是需要后续的升级才可以使用哦 那么原厂的下一款新车 如5意外的话 就会是计划在上半年发布的S70 MC2 除了这款车之外 预计在下半年登场的S50 RC 也会升级这个新的车机 并且未来的X系列和S系列的新车 也将会全线支持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不过对其他车型 也就是Persona Iris和Saga 则是暂时没有消息是否会跟进 不过无论如何 能够拥有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 对Broton的竞争力 绝对会大大提升 第二则新闻 GSE GS3 MZone正式在大马开放预定 新车本地将拥有双车型可选 官方预计售价低于马币13万 上个星期一 我们才和大家报道过 GS3 MZone即将登陆 而GSE本地代理WTCA 就在上个星期五 正式在我国开放预定这款车 新车本地将分为Executive 及Premium R双车型可选 搭载的是1.5升的涡轮引擎 配的是7DCT变速箱 有174HP 270Nm动力输出 新车的本地预计起步售价 可能会落在马币11万起 同时原厂确认顶配的Premium R 车型不到马币13万 这个价格而言 大家觉得它可以在本地B Segment SUV中脱颖而出吗? 第三则新闻 2024 Mazda CS5正式在大马发布 新车和之前一样维持了4种引擎选项 共分为5个车型可以选择 售价从马币14万起跳 这一次的CS5在外观以及内装细节部分都有进行一定程度的升级 包括头灯组及尾灯组采用的是全新 Mazda家族设计的风格 对比之前的优雅风格 这一次更为偏向时下流行的机甲风格 在外观上面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另外在内饰设计原厂为它换上了8寸的触屏主机 同时全车系支援无线的Apple CarPlay以及有线的Android Auto 而除了最为入门的2.0升的MID版本之外 全车系也拥有360度环境镜头 另外为了加强车辆的驾驶表现 新车也支援了Midraft驾驶切换模式 在安全配备的部分 同样除了最为入门的2.0升的MID版本之外 新车全车系都配备了完整的MRCC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如自适应头灯组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车道维持系统 车道偏离警示 城市智能刹车系统 还有最重要的马自达雷达定速系统 那新的CS5大马开价马币14万起跳到 顶配2.5Turbo车型开价马币19万 新车目前已经可以在各大Mazda经销上看车及订购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或者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观看我们最新的影片哦 第四则新闻MG Malaysia正式成立啦 首款新车最快今年第一季度发表 今日MG Malaysia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正式上线 预告着这个英国品牌在上汽集团的领导之下 来到我国市场 据悉目前原厂已经开始准备以及规划 未来引进马来西亚的新车其中纯电动车型 以及内软机车款都会在未来的产品规划中 那因为中国上汽集团的资源支持MG品牌 目前在绝大部分的产品线都有所涉猎 除了常见的Sedan MG5和MG7之外 还有鲜辈车MG3还有SUV HS和ZS 甚至也有皮卡X-Tender等等新车 基本上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市场需求 而预计原厂未来可能会在我国 引进MG4、MG5 HS和ZS等等 涵盖的内软机及电动车 有望能在大马市场和日系及韩系品牌的一较高下 那在MG的产品线中 大家最期待哪一款新车引进本地呢? 第五则新闻 德大集团正式公布他们2023年的成绩单 去年集团的销量以及产量双双创新高 全年一共售出超过1100万辆新车 成功创下自成立以来最佳的记录 并大幅领先排在第二的Walkswagen集团 连续四年稳坐全球第一的宝座 那当然超过1100万的成绩 是包括了集团旗下的多个品牌 包括德大Lexus Daihatsu及Hino 不过其中德大本身就已经售出超过948万辆新车 是集团旗下售出最多辆车的单一品牌 而至于旗下的豪华品牌 Lexus去年销量也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全年一共售出超过82万辆新车 这主要是得益于旗下新车全球各大市场销量增长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 Lexus去年在日本的销量也暴涨229% 是他们在全球增长最多的单一市场 而在大马市场2023年Toyota及Lexus在我国的销量也成功达到了10万8千多辆 继续成为大马飞国产车销量第一 不仅连续两年销量突破10万大关 也是原厂近10年来在大马最好的年销量成绩 最后恭喜德大集团以亮眼成绩单结束2023年 不得不说啊 德大这几年的销量势头真的是很强 一直在打破以往的记录 不知道大马的各位丰田以及雷克萨斯车主你们在去年又为原厂贡献了多少呢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新闻内容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在此 恭祝各位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每年换新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